然後拜日式裡頭一個動作大家常常做的不好喔 上拳式 身體延伸的 身體前側延展的必須要有力量支撐 所以如果有困難的同學 你可以先試試看爬在地板上 做一個身體有力的延伸的動作 這叫Sharabhasana 保持這個有力延伸的腿 吸氣提起來 所以你腳背是好穩定往下壓好的 身體是往前往上長高的 肩膀的手腕的正上方 很多同學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最容易犯的錯誤喔 腿軟趴趴的在地板上 手拼命的推 把身體推得很高 你的腰就會覺得很舒服 可以的話要讓腿有力的提起來 身體整個往前往上延伸 如果這個動作你做的很辛苦的話 試試看先做這個動作 Sharabhasana讓你的腿往後延伸 讓你的上把腿提起來 所以這個動作 跟這個動作 跟這個動作 其實是一樣的 把這個動作的力量 帶到你的上全身裡頭 你就會走得很好 然後如果 後彎比較辛苦的同學 我會建議你 做這樣子的動作喔 前面的膝蓋 差不多在腳的上方 盡量讓骨盆沉低 身體往上長高 然後你會感覺到 左邊骨盆沉的岩站 這裡會鬆痠緊緊的 那就表示對了喔 然後慢慢慢慢的 也許你可以 往後加大距離 加深 放出一個骨盆沉的岩站 會對你的上學是有幫助的 放出一個骨盆沉的岩站 好 好